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个菜鸟汇血打成狗 海上对抗视频又来了 今天我们准备用光楼机导弹巡洋舰 跟提抗德罗家的一舰舰舰 单独PK一下 虽然很久以前 我们也做过这两支军舰的对抗视频 但那都是群体作战 那我们单独PK 就想看一下同属巡洋舰 谁的当舰魂力会更强一些 下面还是老样子 为了不让双方受到地球曲率的影响 我们把它们放在40公里内进行PK 现在说话已经开始发射广舰档 制裁对方 观众机打探的舰舰舰 建设两边 共布置了8座 创联装的SLSN12广舰档 发射装置 本一次机连续发射16枚 血涡炎广舰档 血涡炎广舰档 最大射程550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2.5马路 帐长11.7米 重4.8吨 战口一般携带5万吨 TNT当量的核载压 或者一端的常规载压 继承了猫雄武器 一块快大横的作合 只要命中一枚 就可以让目标直接报复 而提供走来 要以选择这边 可从船只后方的 两座四连装 鱼叉缓舰档档 发射装置内 一次性连续发射 8枚鱼叉缓舰档档 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迷腻的发射装置 应该就知道 鱼叉缓舰档档 的体型并不大了 它全长4.6米 重1.1吨 所携带220公斤的弹头 步行速度0.8马克 这种数据 跟猫雄所发射的导弹一比较 完全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现在所有的广阶档档 都已经全部发射完毕 它将提供走来 鱼叉缓舰这边 除了一直在发射广阶档档的话 这也是前后的两个全滑系统 也同时在发射 防空档档档 拿着来袭的全无为广阶档档 发射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一次性来袭的广阶档 数量太多 短时间内 就将提供走来 两极选舰档档档档打量 在海面上着血球的大火 其实一枚胸围缓车 creativity 就可以将其打爆 而后还接连证了数枚 现在提抗斗套套套套套 映完箭可以说是彻底先菜了 在提抗斗套套套套套套套 被打爆后 他发射出来的三枚鱼刹管车 现在还在屠中马马鱼踪阳 还没有接近 关冻金导大选弦键 他让提交仗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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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侵 但是好好说话的距离并不远 目前还没有鱼叉缓冰岸直接掉进海底 虽然鱼叉缓冰岸这个飞行高度 但关落机打烂巡航舰非常难受 因为鱼叉缓冰岸对的时代太低 将来鱼叉缓冰岸体系又不大 此次对抗海面混浪又比较大 产生了非常多的海沙波 关落机打烂巡航舰已经有些导致的雷达 一直没能捕捉到鱼叉缓岸的身影 一枚黄空打烂都没能发射出去进行了解 此时关落机打烂巡航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随时更有可能连吃8枚鱼叉缓岸 但是鱼叉缓岸没有了其他德罗亚机 鱼叉缓岸的指引后 他们莫端只能自行开始爬升重新锁定目标 最后在黄短的爬升时间 对关落机打烂巡航舰创造了拦截机会 关落机打烂巡航舰的进行方法开始紧急划舟 广州内又接连打爆了数枚鱼叉缓岸 要是鱼叉缓岸的速度慢 才给他们最后的一点拦截机会 当8枚鱼叉缓岸一起进攻 进行方法拦截能力还是有限的 所以还是有5枚鱼叉缓岸 成功运动了关落机打烂巡航舰 当那5枚鱼叉缓岸的威力 连1枚所有员缓岸的威力而不如 最当关落机打烂巡航舰被击射了 但是并没有将它彻底扫爆 关落机打烂巡航舰看起来只是一些皮外伤 估计狂准狂理规划的话 还可以接着继续上路 毕竟皮 odpow一直都是豪雄产品的特色 最后刺完对战先来 可以说库若鱼叉缓岸 显胜特裴iscan 但是真实的战斗中 有太多的因素感了 如果按照参数对比的话 库若鱼王主打开這樣的who 是玩爆提康talk internation主台的 那今天的有机视频到这里有着解释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